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韦叶中午会考之后,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捏点 他尝试报考一间传统名校,这个决定令他忐忆不安 完了中午会考之后,那段时间是最忐忌的时间 因为那时,香港对香港是一间因孝 对我栽培了很多 但现在这段时间,叫我考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之后,离开这间母校对香港是很困难的选择 但从理性角度来看,我觉得香港给我的支持已经足够 但我更想试试其他不同的新的文化 那时还没想过去哪间学校 但就有这种心态想试新的东西 令自己的发展空间更大 所以我都问过梓华二杰 我会觉得我这样做会不会冒险了一点 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学校会觉得你像过桥抽板 那样,让你这么多资源去栽培你 那你现在就一声麻烦就走了 所以那段时间很忐忌,很忐忌 转校其实那时候他有说过原因 就是他想扩阔自己的视野 他想看多一点这个世界 所以到了中五的时候 他在会考考的成绩考得很好 然后想着再转校 这个是如出一切的 他转校不是因为我们的学校不好 或者这里有什么不满意的 而是他很想扩阔自己的视野 我看到他不是只是为了说 要那些叫沽名钓鱼 要我来自Bang1学校 我看到不是这样 我看到他是似乎想去找一批 可能算是一些强劲的对手都未来 可以和他一起并驾齐驱的 又或者他想多认识不同人 有不同的想法 他离开了这间学校 固然之我有种自私的心理 就是说我攀任了 我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 这个是真的 甚至乎一间学校 得到了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 但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这里未必给他一个发展的空间 但那里是能够做就做他的 在另一个角度 我觉得值得替他开心 在恩施和长辈的支持下 为业终于鼓起勇气 离开栽培他多年的乡工 而迈向香港华人书院的大门 华人绝对是一片新的天地 我完全没有想过 有这么理想的空间的存在感 来到华人之后 第一个感觉就是 华人是一个非常自由 自由度非常大的地方 学生可以就着他想做的事 只要合理不过分的 学校都支持到 他在整个修生程序之前 已经走上来 拿着封信 亲笔写 我还记得他的字迹就是 一半 但是很详细 他表现到他很想过来 而他给我们看到他的成绩 亦都是在原本的学校 都是明里前茅 因为你知道很容易看到 所以当时已经鼓励他 他在适当时再来一次 他初头来 第一次找我 就聊聊天 就会是 想聊聊 他刚刚来新的学校 由以前乡工转过来 可能他也有少少争扎 那里对他这么好 栽培了他这么久 现在中五 他读完中五就转到第二家 可能有时候回到学校 以前旧的学校 可能有时的老师 可能有少少对他的态度不同了 他心里面其实有少少难受 自己不知怎样 可以做得好些 修补一下 所以第一次下来 就会跟我谈谈这些